古東北、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以前叫新界東北 是中長期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的重要一環 最近有些傳媒稱為我們中長期房屋供應的良創 新發展區全面落成之後 會提供合共大約71800個房屋單位 當中七成是供應房屋 可以容納的是188100個新增人口 自從2008年重啟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之後 我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做規劃、諮詢、調教 以及當中也經歷了不同的法定和其他程序 也涉及和持份者很多的溝通和適時調整和執行的細節 包括適當地修訂補償和安置政策 我在這裡再感謝立法會在去年 也通過了我們加強補償的安排 我們相信現時整一套的做法 在整體香港利益和妥善照顧受影響人士之間 是做到合理的平衡 而兩個新發展區的計劃也到了關鍵的時刻 原區安置那裡 其實如果是第一階段受影響的400多個住戶 地政總署現在都已經邀請了他們提供一些資料 所以那個目標也是希望如果他們提供足夠的資料做好審核 其實就會在我們做收地和清理的時候 他們可以及時去到北區即將落成的一些屋邨 其實說白一點就是寶石湖村 這的確是我們的意願 時間亦是配合得到的 其實寶石湖村在今年的年中稍後就會落成入伙 一個建成的屋邨總不能預留很多單位 騰空等受清拆影響的村民 如果第一階段受影響 以及如下階段清楚表達 希望可以早點離開 以及又願意提供資料給我們做審核 我們希望與房屋署配合到他們去到北區域村 復間和住戶的需要 我們有不同的安排 這次其實在這個新發展區 我們都嘗試找一些政府土地的安排 其實我們現在找到的這些土地 都是在北區的一些農業地帶 至於住那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任何住戶 如果是受發展清拆影響的政策 我們都用同一套 要不就是上樓 可以免經濟審查 也有一些住戶的津貼 至於耕住合一 其實如果現在是私人土地來說 那個農戶如果之前本來的確是有一間住用寮屋 其實向來政府都盡量著情去處理 給他們找到的私人農地 豁免給他們搭建這個寮屋 但如果說用政府土地 同時照顧一些平房式的住戶要求 其實我們現在的確是沒有這個政策 也不鼓勵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土地始終都是緊絕的 石仔嶺那裏的情況是這樣的 現在影響大約160位長者 我們現在希望安排到 他在石仔嶺裏面 就是說他不需要搬離開石仔嶺 石仔嶺比較熟悉 他都可以在石仔嶺裏面 其他的院舍找到位置給他 現在其實政府來說 社住底下有專責組 在做這件事 那個進展都說是可以的 自從2018年7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通過了經優化和加強的 特惠補償和安置安排之後 其實我們隨即地應總署 就下去和受第一期影響的 住戶和業務經營者 派發信件和向他們 作出這個新措施的簡介 在他們知道了新那套 特惠補償和安置安排的新措施之後 他們積極願意和我們配合和交文件 讓我們可以做到資格的審核工作 截至2019年1月中 其實我們已經成功接觸過八成的村民 當中也有超過六成的住戶 他們已經陸陸續續向我們提交文件 我們總署的同事 其實馬不停蹄 會到東北的地方 見到那些村民 尤其是受第一期影響的住戶和業務經營者 希望可以盡快處理到他們的資格審核工作 我們已經打算大約會在今個月的月尾 將交齊資料給我們住戶的資料 轉介去防協或防委 等他們跟進他們安置的要求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做到 村民所說的原區安置 我們不是說一次過 就需要所有受影響 第一期受影響的村民或業務經營者 是即時在今年年尾遷出的 我們是會陸陸續續 一直到2021年 其實第一批2019年尾遷出的 其實只是大約是50戶的住戶 所以有間住戶不需要擔心 怕政府是一次過需要他們全部起床 其實都有一些時間可以配合 以及可以跟他們跟進